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 不妨聆听梁依的双重观点 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依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依 我是主持人梁依健康 我的编辑陈宛欣 王伟医师啊我问你 你知道其实今天是我们第100集的播出吗 100集哦 大家好我是王伟医师 哇100集真的得来不易耶 虽然100集了 但是接下来还是要请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健康问梁依 还是要留下你的宝贵评论来支持我们继续做更好的节目 没错 而且啊其实这个下礼拜五啊 就是我们巴黎奥运的开幕 我们感觉上一个奥运才结束而已 怎么现在奥运又来了 已经要下礼拜五就是开幕了 其实在奥运选手 不管是在训练或是在比赛的同时啊 他们可能都会受到一些运动伤害嘛 所以其实背后很重要 就是复健科医师的帮忙 而且复健科医师 不管是诊断啊 或是治疗这些奥运选手的身体损伤之外 其实还要制定全面的复健计划嘛 那其实现代人也蛮常因为就是可能身体各种痠痛啊 去找复健科医师帮忙 那其实我也想问问王伟医师啊 你有没有什么找复健科医师的经验吗 我本身是外科医师啊 所以复健科医师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平常白天在上班下班就是去找复健科医师 然后去找复健科医师还会看到很多自己的同事在那里啊 就是腰酸背痛 因为开刀的知识不正确 常常会腰酸背痛 那我本身是做减重外科的医师 所以呢 我们的病人也很需要复健科医师 因为他在减重的过程中需要复健科医师 根据病人的需求帮我们去设计一些运动的疗程 但是呢 又有一些运动疗程 病人使用不当的时候呢 又会受伤 又要转去给复健科医师治疗 所以复健科医师是我们不可少的好朋友 是啊 那其实真的复健科对我们生活来说是息息相关的嘛 那其实除了运动伤害我们要到复健科之外 就是像刚刚王伟医师有讲到说 就是还有很多面向 我们可以去找复健科医师的帮忙 那其实我们今天想讲到复健科嘛 那我们就邀请到安德副复健专科诊所的 曾庆祥医师来为我们解惑解惑 婉欣王伟医师 各位健康问良医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德副复健专科诊所的曾庆祥医师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 很多人都觉得复健科包山包海 对 就觉得是一个市场很好的 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病人 事实上这是对的 我们复健科其实上有好几个不同的业务 第一个就是跟大家比较息相关 像王医师讲的 我们是处理这个骨壳运动伤害方面的这个疾病 所以大家会有个印象 比方说你酸痛啊受伤啊 都会来复健科看一下 当然早期大家有一些比较错误的概念 都会先去看给大家损伤 不过在台湾现在明治大开 大家越来越有这个健康的概念 就是节目也会一直提醒大家 所以我们现在这方面的业务系统上是越来越多了 那当然我们也会提供这所谓的运动治疗 像王医师讲的 比方说你今天有某些后续需要这个运动处方的时候 我们也会开这个运动处方给这个病人 那第二个我们很常做其实就是小孩子啊 就是大家对复健科 你想要复健科除了运动伤害啊 痠痛啊受伤啊开完刀去做这个复健以外 第二个最常想到的其实就是小孩啊 就所谓小儿的这个早疗 小儿早疗也会分两个部分 早期我们处理的大部分都是跟动作比较有关系 所以大家有印象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脑性麻痹 对对对对 因为早期就是因为生产的过程比较危险嘛 那当然现在生产的技术各方面都很进步 所以这种病人基本上已经大幅的降低了 早期我们复健科医师就是被造会要处理这种病人 那后来慢慢慢慢跟动作有相关的以外 就有非动作的比方说现在你常记得就是过冻啊 这也可以 对对对对我们会跟这个小儿心治科 有一点点业务上的overlapping 那通常在台湾的这个制度里面都是小儿科 比如小儿心治科啊或是这个小儿神经科 他们先看完之后觉得有问题就转给复健科来做这个儿童早疗 所以我们其实也处理了很多这方面 非动作方面的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复健 那第三块大家也会觉得是复健科的事情 就是这个神经科的复健啊 所以比方说周边有些新朋友或是其他的中风啊 脑伤啊 比方说出车祸或脑伤或是脊髓伤的各方面 那有些肢体也是属于肢体方面的这个缺陷 我也会找我们复健科 所以这是我们第三个业务 那第四个业务大家可能稍微陌生一点点 但是其实在这几年也非常的被重视到 就是所谓心脏复健 什么叫心脏复健 心脏在身体里面复健 其实就是动手动脚就叫做复健你的心脏 因为你动手嘛那你的血就会回流到你的这个心脏里面 那心脏就要认真的把它打出去嘛 才会有继续好的动作 脚也是一样 所以你看到那个做心脏复健的地方就很简单 你就看到跑步机还有脚踏车 就这两种而已 那刚王医师讲的就是说要怎么做 当然第一个要先做是要做心肺的测试啊 所以我们会先challenge这个心脏 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 然后我们会再制定这个不同的阶梯式的这个心脏复健 那就是比方说一开始可能先用30% 40% 假设它很弱的话 那我们会有一些指标 比方说我们会看心跳啊 我们看一些最大摄氧量 所以你那个在做心脏复健的人 就是有点像那个运动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是带个呼吸器 或氧气 会收集很多这个气体的这个分析资料来分析 最重要就是要先做一个心肺的测试 那做完测试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据它测试 然后再开始定它的 比方说我们会得到一个它现在目前的最大摄氧量 那我们会用比较多现在目前最大摄氧量30%跟40%先开始 那怎么样达到这个30%开始 我们就用脚踏车或是用这个跑步机 那通常一般来讲脚踏车通常都是比较第二个选择 因为跑步机的效率比较高 你用脚跑跟踩不一样 差很多 大概差三分之一一半左右 所以比较状况好的我们当然都是用跑步机比较好 那如果真的不行 比方说有一些限制 比方说它真的没办法走啦 或是怎样我们就用踩脚踏车 那后续当然我们它练上来之后 我们就会有所谓的这个延续性的这个运动的处方 然后回去比方说很多病人有很多需求 因为特别是现在大家会误以为这样新的病人都是老人错了 这几年其实都是年轻化 都是壮年 甚至他们很多都是做检查的时候 比方说像导管 很多做完导管也会做新的 这时候亚健康的 他们跟高阶主管然后做一个检查之后 发现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做导管 做完导管他们未来要面对的这个生活习惯跟他的挑战是 是很大的比方说他常常要出国啊 比方说跑三铁啊 他不是说回去就是躺在那边或是很慢 所以我们要根据他的需求 再把后续的这个运动处方再加上来 所以他还是一样在这边学会了怎么做复健 回家还是要自己努力 对对 急性跟亚急性还是在医院里面 所以他可能就是假设住院就是每天都会下来 那假设是有出院也是一样 就是像一般来复健科一样 就是可能一个星期两次到三次 等他达到我们对他预设的这个心扉功能之后 我们就会放他比方说 给他一些处方教他去健身房做 然后之后就用追踪的方式 比方一个月或三个月回来追踪 大概是这样子 基本上我没有反对啦 有时候病人其实很可爱 他有时候会偷偷要离开诊间的时候说 诶这件事我贴个贴布可以吗 我这时候没有关系 对那通常是这样子 通常贴贴布会好的就是小事 我通常会跟病人讲 假设你今天贴贴布好 你大概不会来看我 所以你现在如果来看我表示你贴贴布不会好 所以有时候要去厘清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比方说严重的病 什么叫严重的病 神经啊骨头的病 假设是神经压迫 像王医师的指导 或是说你骨头有蹦片啊 或是蹦有裂开 或是干嘛的 你这个大概不处理还是很痛啦 所以你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你可能会觉得 奇怪 我本来我以为会好 贴个药布两个礼拜上一般都没好 那你当然会想说再来看一下 那来看一下我就告诉你这个是神经痛啦 所以你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肌肉拉伤扭伤 所以难怪你会痛这么久 那你这个痛就是很痛 你没有给我处理你还是不会好 那那个贴贴布会好就是简单病 所以通常什么样的情况下贴贴不好 我们通常都跟你讲 软组织的伤贴贴布会好 软组织肌肉肌肌症带贴贴布有可能会好 那病人会怎么想 病人还是会来看你喔 病人其实很可爱 他会说诶真意思 我上个礼拜五 就很痛 然后痛到呢就没办法走路 趴在床上 我都以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他礼拜一来给我看嘛因为礼拜有闷诊嘛 我说诶那你现在不错啊看起来不错 他说对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不错 我说对你这个就是没事啊 你这个就是扭伤拉伤 就是所以我常跟你讲软组织的伤 可以贴贴布会缓解 或是休息也会缓解 或是热敷啊 泡包热水也会缓解 然后我会跟病人讲到 拉得快去的快 但是很痛 真的很痛 所以你病人大部分的疑问就是说 怎么那么痛啊 所以他其实已经好了 他只是来问一下说怎么那么痛 有什么状况 对是不是已经痛过了 然后后面还有还会再痛 还是说还有什么情况 来预防一下 来问一下说以前有没有啊 其实就是真的扭到拉伤 已经快好了 那你当然回去可以继续贴贴布 大概就会好了 唯一要讲就是这个 贴布现在很多有那个药的成分 以前早期的贴布都是那种中药的 中药的基本上 比较不会有什么系统性的过敏 大部分都是那种局部的过敏 就是你中药贴布贴贴 就可能那边缓红的 起枕枝 这种大概没什么事 现在很多西药的这个贴布要小心 有些人其实对很多西药过敏 贴的时候也会有系统性的过敏反应发生 像这类的病人版其实都有犹豫 都depression 就是说他永远跟自己比 他不会跟别人比 比方说你是大概 这个100个病人 你前三名 他说前三名 可是我跟我自己比啊 我以前是能跑能跳能干嘛的 我现在就算是在这100个病人跑前三名 我还是觉得 对 做不了 他们的概念是这样 所以70%都会忧郁 那再这样你如果在这个 生病前你的这个社经地位 更高的人 更忧郁 他以前可以 掌理 上万个人的公司 每天去 去公司都是 遗气风发 现在没办法出门 但是这个 的确是蛮难处理的 我讲一个 故事就是 其实我们诊所在开业的时候 我们希望 大家来做 肤健有效 那我们知道对这类病人来讲 心理上面的压力是 很大的 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是有offer 你来我这边做附件 我免费让你做CT治疗 免费 你猜有没有人要做 没有吗 一个都没有 百分之70 也就是10个有7个需要 但一个人都没有 不用钱 有时候是民情的问题 他知道自己有这个需求 他也不愿意 面对 家属也是 不是家属就愿意 对 所以就是变成 相当难解 那我们的确也看到 那种家庭支持 很好的病人 基本上恢复真的是 相当不错 所以这个有时候 我们在这个 医疗 之余 我们诊所的这个特色 就是我们会 其实花很多时间跟 家属 或是病人本身 沟通这件事情 好的家庭支持 就能够让 治疗延续 不然他 永远只有在诊所 附件的这段时间 能够治疗 回到家里就是 躺得大 是不是都不做的话 那个进步一定会好 还有就是 我们对这个 有一些心理 太多压力 不管是病患 或是家属来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要让病人有病逝感 也就是要了解他现在 病人现在身体状况怎样 因为每个人都会期待 他恢复到跟以前一模一样 可是你要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有 把他恢复到跟以前 对 所以我们就是 第一个我们会先让他知道 他有病逝感 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状况 大概会恢复到什么样的情况 给他一个 明确的目标 可以努力的 不想错过精彩内容吗 欢迎订阅梁医健康 网YouTube频道 他可以搜寻健康问梁医 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 拜拜